每個人的學生時代 總會有一個地方見證著我們成長 就好像學校附近 無論如何都會有文具店 而這個地方 珍藏著我們很多第一次的經歷 以前最忙的開學 新的書包、筆袋 我每個人都買新的 平時的學生放學 看到有潮流最流行的玩具 就買了 你還記不記得 以前放學,經常去那間文具店 我的學生時期 其實文具店絕對陪著我 還有晴姐這間店 剛好你們找到她 因為其實我每天放學 都會經過她的店 剛才我走來這條街 已經有很多年前 像是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是晴姐,有人叫做晴妹 這間店是我大哥開的 我十七、八歲就跟我哥哥做文具 我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 以前開學很旺 在聖寶六,溪雲雞大廈 七點半開店,九點半收店 上學後,她們不知道要上八點 欠舊擦住膠 欠舊涼口氣 這些人買完後就回學校 而且她救了我很多次 因為我小時候 我要做啦啦隊的招式等等 我們全都是在晴姐買的 你好,晴姐 挺好 你認得到 我好像從小看見你 對,你很厲害 當時是聖寶六獨,對嗎 對… 說得和索 晴姐,我知道你做了六十多年 有說一些深刻的故事 或者深刻的客人可以分享一下嗎 有一個…這個人已經八十多歲 他在百勒山街住,不過是台灣人 好的 他叫兒子拿這張藥給我 我爸爸寫的 這是2017年的時候嗎 對,這個老上客 很有趣 他自己寫的,是伯伯 他光顧我,五十多歲 他八十多歲,然後回到台灣 是 他臨著抽球,叫兒子拿回去給我 看見晴姐保持了很多照片 其實我覺得我跟她有點相似 因為我們都是很年舊的人 我亦會保持所有 以前我覺得值得留下來的回憶 我自己最深刻的都是紀念冊 每年我都會來晴姐這裡看看 有沒有漂亮的紀念冊 我就會買回家 我會很記得那時候 讀書的時候那種快樂 應該說是無價的 那種回憶是回不了頭的 其實這間店的確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真的天天經過 而且我經常都光顧你 考試、拆鹽 拆膠、鹽冰跑,大家都趕著你 對,你覺得現在跟以前有分別嗎 現在很差 為甚麼?你覺得這個原因 有電腦、網上 不用寫字、玩機 我想問一下以前的人或學生 他們是否更加重視文具 也要考試、測驗、建功 他們都要寫的 沒有現在的電腦 我有個學生 說姐姐,我快不幫你買文具 我問為甚麼 我進大學了 我說是嗎?大學不用寫 不用,進大學只拿電腦 我不用幫你買文具 很少見你,我告訴你 很傷心 對 我以為她去移民 她不幫忙,說不,我進大學了 不用拿筆了 又少一個人買的 少一個客人 不要緊,但我看到 萍姐,你有陸陸續續的 很多熟客來幫忙 對,還有幾十年了 那些熟客也不錯 以前的人都成名 不是醫生的律師 不是律師,而是高官 可以更多解釋 為何你覺得是這樣 他們很聰明 肯寫字、肯讀書 肯告訴他 全靠你買我的文具 他們也說 對,我買這些文具 全部都成名 他說我做醫生,我做律師 我以前的書包都幫你買的 挺開心的 我今天來到你的店鋪 真的有一種很莫名的親切感 因為我真的多年來 每天都要進來你的店鋪 看看萍姐 所以我就覺得 很熟悉我,萍姐 原來是個美女 謝謝你 姓波的名校美女 格仔裙 真的是美女 謝謝你 大家也有親切感 是嗎 萍姐就像大家的老朋友 見證著一個個學生 從上學到畢業 而她一直默默緊守崗位 風雨不蓋地迎接大家 我在店鋪的時間 比在家裡更多 我這麼多年來都沒去過旅行 看到小孩 有辦法,機器沒辦法 在這裡逛逛 又一晚又一天,很快 大約就過了幾十年 沒生意又一天… 都很開心 總是要收山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沒有人要 是否沒有結婚了,萍姐 是的 很忙,沒空 你的店鋪 好像是我的男朋友 比男朋友還要重要 你們是否已經變成 萍姐所說的客人呢 出來社會之後 就已經很少拿起筆 更加遺忘了 拿起筆寫字的樂趣 但在中環這個商業地帶 有一間 暗立至少八十年的文具店 一直堅守本分 默默為這區的辦公室 提供文具 我叫張太 我是這間文具店的第二代 這間文具店 大概是1936年左右 是我爸爸創立的 我們買的文具 都是以實用性為主的 因為中環最多醫務所 銀行、寫字樓、辦公室 主要的客群是這些 走進這間店 很容易被懷舊文具吸引 這裡就像一個收藏館 記載著這間店的前世今生 你好, 你好, 張太 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你的文具店 當初是做什麼戲家的呢 我們以前是做這些帳簿 紙是我們自己印的 對, 我們全部用肉扣紙印了 然後切 這些補皮都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對 然後做這些釘莊 全部一條龍 我們做完 然後就買出去 保存得很好 不好, 已經被重建了 剛才我們上來的時候 我都留意到你們店裡有玻璃櫃 裡面有很多懷舊的文具 可以介紹一下嗎 例如這些筆 我相信這裡這麼多位都沒見過 這些就叫做地圖筆 是 我們那個年代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們的地圖是不能印刷的 真的要畫的 用這些筆去畫國界、地界 那是特別幼的 對… 精細的 就是用墨水去畫的 這些你們一定沒見過 因為現在已經不需要 這個你要猜猜是什麼 好, 這個先猜猜 這個是…圓規 但這個可以動的 是啊 量那個是什麼呢? 圓舟? 也不是 不知道 這個其實是一個信榜 叫做Pose Scale 就夾著一封信 就可以看到那封信有多重 這個真的是絕版 這個我想我可能在電影裡 還會看到人們在量度一些信 但是… 親身這樣看 真的是第一次 對… 還有這個, 你應該… 你應該沒見過 這個是… 這個有些羽毛的東西在這裡 是什麼? 在我們那個年代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很流行用墨水筆 是 這種就叫做沙膠 就是用來刷墨水筆的 刷完就用一個掃掃的 現在也沒有 或者在網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東西 但是完全不同 所以剩下… 我突然發現剩下兩塊 所以我又不買了 有些客人真的上來 我是專門買懷舊文具的 那多不多呢? 太多了 太多? 張太, 但是你堅持不買 對, 有些不買 原因就是我從小到大 都在店舖裡長大 每樣都是我很熟悉的東西 我不捨得買 這是我的情意結 所以我不想買 就是真的有一個情感在這裡 所以不想買, 明白 完全不捨得… 如果要形容 我覺得好像父母子女的關係 真是血龍於水的關係 我今年七十八歲 常常都想放棄 因為以我這個年紀 我真的很想休息一下 幸好我兒子看見我太辛苦了 所以他偽然放棄了他在做那份工作 他就說我回來幫你 這間店舖的故事得以延續 全靠張太的兒子阿Kid的加入 對阿Kid來說 經營家族生意是重要的 但最重要是經營和家人的感情 我常常說, 做銀行那裡一定會有很多 但現在找到足夠的金錢 人真的不需要說要很多錢 最重要是夠, 就可以了 每天見到自己爸爸媽媽在辦公室 其實都是一種恩典、一種感恩的東西 因為錢沒有了, 可以找回 家人拜拜了的話 就真的拜拜了 文具和世界是否很脫節 看看你從甚麼角度看 因為每一間公司都有需要文具 他們說了很多都是PayPalest 但其實坐在我後面 全部都有很多箱子 因為始終暫時說 在某些情況下 你真的需要白紙黑紙 仍然要在紙上簽名 阿Kid深信 只要有辦公室的存在 就還會有人需要用文具 只是經營的模式需要與時並進 如果你只是專注 他就說我只買一支支筆 現在的東西都不用了 反正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何變成一個 做一個協助的文具模式 令到客人會和你 有東西就直接找你 例如家族辦公室 你會否訂成幾千支筆 幾萬支筆 那些人可以用正在時間的概念 我們公司有三百元免費送貨 因為什麼叫三百元免費送貨 可能比較抽象 你現在買一個打眼鏡墨盒 都要二百元、三百元一個 當然理智就是說 你買一個墨盒可以送貨給你 我們就做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要一些東西就直接去買就算了 我不用擺一個櫃子在這裡 不要裝著所有文具 很多人說科技令人冷漠 但Kid認為只要走多一步 就可以彌補科技帶來的疏離感 今時今日 這種會站在客人角度著想的小店 不是很值得大家欣賞嗎? 在你們的回憶裡面 有沒有印象 小時候去文具店最想買什麼呢? 不知道你們小時候 會不會經常扭計說去文具店 但為的不是買文具 而是一件件新奇又好玩的 有什麼玩具呢? 看著這間文具店 擺滿了一些很熟悉的玩具 好像重拾當年的童真感 我叫李珊 我是這間文具的老闆 我在這裡做文具都做了四十多年 在八十年代左右 我爸爸他退休了 不如接手爸爸的生意做吧 想要自私物的安裝 你叫他一句好玩具 我叫他一句好玩具 真的有什麼想要在你 而且他有什麼… 他也有什麼想要在我 然後… 我叫他一句好玩具 但是他情形 可知又不是擺宇 我們叫你打算 剛才我一進來 真的看到很多玩具 其實是我小時候有接觸過的玩具 有沒有懷舊玩具可以展示給我們看 就是表面那兩樣 這個是我面熟 是 這個是波子茄 因為這個款式是三、四十年前 主要是紙盒 是 現在新的是膠盒製的 是 這個紙質很有質感 年代感在這裡 那時候的東西比較漂亮 這個波子茄真的有一點我的意識回應 下面這個就是以前的木琴 現在沒得出的 這個還玩得到嗎 玩得到… 我想說這個我媽媽小時候有 是… 可以彈, 還可以彈 你懂得彈, 可以彈 可以彈上生日歌 真的可以彈到 但是我想問這些懷舊的玩具 你是一直保留資金 你有沒有想過要賣出去 還是是非賣品? 不知道賣多少錢 有些人要我賣給他 是, 沒所謂 可能很值錢的 有時候我們都是做博物館 到時候都是用來剪給別人看 明白 我也想知道其實在什麼年代 你覺得是最旺盛的 就是最多人喜歡買玩具來玩的 八、九年後期 很多精品的東西出 那時候一來就差不多… 學生問你有沒有新東西 是 因為以前流行的玩具 多數在文具店都有賣 你爺爺帶孫子走過 又買回一件玩具 小朋友收到就很開心 人越大 這些跟玩具有關的回憶 都漸漸遺忘 就好像小時候 第一次去文具店買的玩具 最初真的會很珍惜 但舊了就會把它放在一邊 擺擺下就連這個回憶都放下 而貪新忘舊不只是人的本性 連城市都一樣 近年很多屋邨小店 已經慢慢消失 這間阿立在南山村 超過半個世紀的舊式文具店 舊店主十年前因為移民 打算結束營業 幸好黃小姐一家 願意接手, 延續這份感情 開了這間店 其實我們維繫了很多感情 這間店雖然賺不到錢 但也賺了很多感情 除了家人的感情之外 另外就是街坊 如果我們沒有這間店 街坊又沒有地方聚腳的時候 其實我們又… 消了人情味 對 我們是文具店的老闆 我叫Winnie, 她叫Clara 我是姐姐, 我是師妹 我們2015年7月接手這間店 現在差不多大約由九年 接下來應該還要進制十年 就算是一個人 研究的人可能也比較重感情 轉眼間, 十年時間就快過 但是Winnie和Clara 仍然守著當初對舊店主的承諾 Winnie、Clara,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們接手了這間文具店 是否當時這個裝潢已經是這樣的 是, 我們保留了當時的裝潢 一直都沒有變 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或者情意令你們不想失去這個裝潢 因為當時接手的時候 我們跟郭太太說過 沿用他的招牌 還有所有層設和裝潢都會保留 對, 因為他每次來香港探望我們 都會來這裡坐坐, 聊聊天 所以我們保持這個店的認識 繼續下去 明白… 所以小時候你們倆 經常在這裡光顧, 是嗎? 是, 也會是 因為我爸爸在裡面的檔口 幫人配搭時和維修的工作 是 所以我們有空就會過來模仿 在這間店裡有很多回憶 明白 明白嗎?有沒有說最印象深刻 買的什麼東西在這裡? 最深刻? 我們三子弟… 儲錢 儲錢買了一部遊戲機 好, 還在這裡嗎? 在這裡嗎? 對, 還可以動的, 玩得 真的嗎? 太陽能… 可以按照的 對, 以前有聲音 現在聲音可能比較小 我看到了, 還說真的嗎? 對, 正在動的 是, 有沒有說這些懷舊的遊戲 現在你們都會在店裡賣嗎? 沒有了, 我們是珍藏 我們就會放在外面給別人看 就是只看而已 對, 很多人走過看到 都會告訴孩子們 這些我們以前也有的 明白… 這裡表面是一間文具店 但對街坊來說 這裡是解憂文具店 可能這種就是屋邨小店才會有的人情味 不一定要說進來買東西 他們可以抒發自己的感情 或者有個街坊也會說很不舒服 又不知道要不要做手術 也會跟他們說一大論 而且街坊很有趣 買完菜, 會進來聊聊天 聊兩句 或者等臭貨殼時也會進來聊兩句 然後才… 學生等外賣時也會聊兩句 對, 大家都在這裡長大 所以在屋邨才會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些都是人情味 而這份人情味 不只是一句虛寒問暖 更加充滿溫度和心意 剛才我進來, 其實我都看見我身後 有很多很有趣的DIY公社 我想知道這些是否你們自己做的 是, 自己做的 我想說我看到小狗很有趣 是, 可以看看嗎? 可以, 可以看看 這個是你們自己做的 是 怎樣做的? 一些… 絨毛條 絨毛條 絨毛條, 絨毛條 然後跟牠梳頭、剪毛 很可愛, 因為這隻很像我的狗狗 所以我剛才進來, 第一眼就看見牠 除了這種公仔 還有什麼DIY你們會做的? 後面的卷子全都是我們做的 對, 上面勾的東西都是我們勾的 厲害… 這個時代, 因為太方便了 可能一個視像已經可以看到對方 但擁抱、握手 這些已經變成奢侈 如果看到訊息, 有很多人問候你 其實你是不是感覺又好? 很好呢? 很好呢? 可能你還是看過就算了 現在我想很少人會拿起筆 真的會親手寫封信 寄給人或問候人 我想我收到一封信 是真的有人問候我的時候 親手寫, 我會拿著封信 真的會很感動 其實對我來說, 至今 我覺得文具店也重要 我覺得訪問了不同的老闆 大家說的都差不多 他們都會說 現在的學生已經用電腦了 不太喜歡用文具 但我自己認識我的朋友都會知道 每年生日 所有封信的人都會收到我的手寫卡 而且我會一直寫信、寫卡 我都會想像 那個人收到的表情 我就會寫得很開心 到現在我也有這個感覺 這件事是我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做的一件事 本集試 開始 これで質感是取得更新! 要拿去將封信